Hello各位观众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聊一下 松下的这颗R4-105mm F4 恒定光圈的全画幅标准变焦镜头 其实这颗镜头很早之前就发布了 当时是跟着松下的全画幅相机 S1和S1R一起出来的 其实这颗R4105 我用了很长的时间 跟松下的S1 S1R S1H 都有一起搭配使用过 拍过活动 拍过菜 拍过人像 拍过私房 当然也拍过很多的视频 整体的使用感觉是非常好的 虽然说松下的这颗R4-105mm F4 跟其他竞品的相同规格的镜头 比如说索尼的R4-105mm 或者是佳能的RF-R4-105mm 价格都是差不多的 但是松下的这颗R4-105mm 有两个独有的优势 一个是微距的功能 虽然说在镜头上面 没有任何的标识 但是如果大家去看产品的名称的话 会发现有一个Macro的标志 也就是说这颗镜头 它可以有一定程度上的微距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把对焦开关给播成手动 像其他厂商的R4-105mm 如果你把焦距变到最长焦端 105mm的话 它的最近对焦是不能够做得很近的 但是松下这颗镜头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把焦点可以移得非常的近 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 即便是在这么近的情况下 它也可以清晰地拍摄出来 相机的细节 它的放大倍率还是挺高的 微距的功能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用的 像我之前出去拍菜的时候 因为很多时候需要拍一些菜品的特系 这颗R4-105 它的对焦距离很近 就可以很轻松地把一些菜品放得非常大 就可以拍摄出来商家想要的画面 很方便 而且在对焦距离很近的情况下 大家都知道 虚化的三个条件之一 其中一个就是对焦距离 即便是这颗镜头 它只有R4光圈 也可以获得非常好的背景虚化的效果 如果你平时可能在外面 想拍一些花花草草 这个微距功能 就可以很好地帮你完成任务 非常的方便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 我之前拍摄的密封 如果对焦距离太远的话 就很难把它放得这么大 拍得这么清晰 而且即便是在对焦距离很近的情况下 它的画质也是非常不错的 很像有些镜头 如果拍得很近的时候 它的画质下降的是比较厉害 另外这颗镜头 也是松下全合幅镜头 少有的带OIS光学防抖的 开机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右上角 这边防抖的标志写的是Daw2 也就是说 如果你搭配松下最新的带机身防抖的机身 一起使用的时候 这颗镜头可以提供第二代的 协同防抖的功能 当然你在拍摄微距的时候 有这样很好的防抖功能 可以让你画面非常的稳定 日常手直拍摄的时候 这个双重防抖 也可以给你非常好的稳定的效果 即便是你早动起来的话 画面也是相当稳定 虽然说比不上稳定器 但是整个画面的运动是非常自然的 其实这颗镜头 一起发布的S1 S1R S1H 都是非常不错的相机 大家可以看一下 同期的尼康的Z6 索尼的A73 佳能的U4R 其实机身的性能 都是不如松下的相机的 不管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 有的没有4R20比特 有的没有内力度的log 有的没有超彩样 也没有摇一摇 这种高像素的拍摄模式 反正总体来说 这些竞品的机身性能 都是没有松下的机器好的 但是为什么我用了 这么长一段时间 R4105 发布了这么久 我也没有出节目讲它 就是因为当时的S1S1R S1H 都是没有相位对焦的 所以单次对焦的时候 其实DFD反差对焦 反应并没有那么快 如果是AFC连续对焦的话 就更不用说了 反正我搭配S1S1R S1H的时候 使用这颗镜头 AFC连续对焦 基本上都没有 很好的合焦率 当然拍视频 就更不用说了 目标比较静态的话还好 如果是拍动态目标 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用的 所以如果你搭配 之前松下的机身的话 这颗R4105的镜头 并不能够完全的 发挥出它的性能 以及它的优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之前 松下的这颗原厂的R4105F4 价格相比于其他的厂商 相同规格的镜头 比较便宜的原因 但是现在松下发布了S5二代 有了相位对焦 所以我就想试一下 它跟新的有相位对焦的 松下S5二一起搭配 使用的时候 效果会会变得非常好 因为S5二有相位对焦的加持 所以我在日常单次拍摄的时候 AFS它的对焦相比于 反差对焦快得多 而且每次都很精准 AFS呢就不用说了 最起码人物走动过来拍摄 基本上是能跟得上了 应付一些运动幅度 不是非常大的目标 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讲过了 它的连续对焦要比 拍摄照片还要更好 拍摄4K视频的时候 对焦也是非常的迅速 而且准确的 反正如果是日常拍摄的话 跟索尼或者佳能 类似规格的镜头 使用体验是比较接近了 但是也仍然偶尔还是会出现 长时间没有反应的现象 我之前做节目的时候 能有人说 你用试码的镜头肯定有问题 但是这颗241205 它是原厂的镜头 也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说 这个可能还是跟松下S5二 它的相位对焦系统有关系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之前用的时候 可能没有发现 也可能是因为之前对焦不咋样 所以不容易发现 就是这个镜头 在对焦的时候 会有一些很奇怪的异响 我不知道能不能录下来 给大家听一下 反正大概就是这个声音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我这颗镜头 个体的原因 还是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这个声音 非常的响 如果你用机顶麦克风的话 在一些比较安静的环境下 这个声音还是非常响的 是直接能够录到机身里面的 不过如果你用 无线麦克风的话 这些都不是太大的问题 画质方面的话 我也跟我手上的这颗 佳能的24-105F4 第二代的版本做过比较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个人感觉 中央的解析力是差不太多的 但是边角的区域很明显 松下这颗24-105 表现的是非常好的 而且色差问题几乎没有 所以这颗镜头画质和对焦 还是让我非常满意的 不过最后我还是要说一下 这个协能防抖 不像S1S1R刚发布的时候 其他厂商的微单不太能打 佳能当时只有EOS R 没有机身防抖 但是现在2023年了 佳能有EOS R62代 有EOS R7 这些微单相机 跟之前佳能的EOS R的相机 比着提升费成了多 我之前在讲S5R 防抖对比的时候 不是用的机身防抖 跟佳能的EOS R7 协通防抖做的对比吗 有些人好像觉得 我是故意这么比 别好像我就是故意没有去放 松下24105F4这个镜头 跟机身协通防抖的对比画面 是因为我实际比较过以后 发现这套组合的协通防抖 并没有EOS R7更好 对比的时候 我上了同一块块装板 所以他们的抖动幅度是一样的 而且可以看到 我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松下是开启了Dual 2的 第二代的协通防抖 广角端的话 其实差异不太大 但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的晃动幅度比较大的话 EOS R7看起来会更稳 如果是变到五双米端的话 很显然在你边走边拍的时候 画面有些平移的情况下 EOS R7的画面会更加的平滑 而S52的协通防抖 你会感觉画面没有那么平滑 稍微有些晃动 但是到了105毫米端 S52的协通防抖表现差的 确实是超出我的想象 整个画面感觉就好像 只有镜头在防抖一样 晃动非常的厉害 但是相同的情况下 EOS R7你可以看到画面是非常非常稳大 反正我这个对比画面都放出来 你们自己可以看 我就不多做评价了 我没有把这个对比放进去 我就是想看一下 有多少松下的粉 用都没有用过 笔都没有笔过 就纯靠想象 就觉得松下的协通防抖 秒天秒地的 但实际上如果亲身验证过的话 实际的表现可能并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好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做所有的评测 都一定要实拍实际的对比 因为光凭一张嘴在那念参数的话 它可能距离实际的拍摄效果差别非常的远 也正是因为R4105搭配S52 这个协通防抖表现不佳的原因 我是比较庆幸 当时在S52发布之前 我在这两颗镜头之间犹豫的时候 最终选择了世马拉2470 f2.8 Art 我算是赌对了 而且我之前有专门做过一期 R470 f2.8和R4105 f4 选哪个的节目 以我个人日常拍摄的题材的话 我觉得还是R470 f2.8 适应性会更广一些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 我运气比较好 蹲到了一个价格非常便宜的 世马拉2470 f2.8 所以总结来说 如果你想要给自己的S52 买一颗R4105来用的话 相比于镜屏厂商 佳能也好 索尼也好 松下了这颗R4105 它在画质微距的功能 以及它可以跟S52的协通防抖上 表现肯定是更好的 同时这颗镜头的画质 虽然说现在这颗镜头 价格有所回升 但是我觉得也跟镜屏的价格差不太多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还是非常值得购买 不过对于我来说 可能现阶段暂时不会考虑 买这颗R4105的进口 希望这期节目 对于想要买R4105 搭配松下S52 一起使用的朋友们 有些帮助 这期节目就到这边 感谢各位收看 拜拜